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自20世纪80年代初便在房地产市场化方面探索开创,为中国的经济崛起提供了重要动力。 深圳学习香港的成功经验,于当时一穷二白的背景下,通过公开拍卖国有土地使用权获取资金,为经济建设提供了迫切所需的资金支持。 这一做法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广,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经过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房地产市场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02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房地产市场的最新判断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标志着房地产市场以告别短缺阶段正式步入过剩阶段。 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房地产市场的供需错配,随着人口结构变化,人口增速放缓,以及年轻人购房观念的改变,房地产市场需求出现明显走弱。 从全国人口数据来看,2022年全国人口为141,175万人,相较上年末减少85万人,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 专家指出,与421家庭结构,四个老人,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相关,未来购房需求逐渐减少。 腾泰,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认为房地产行业总体存在过剩,而且与人口结构的变化紧密相关。 对于这一挑战,中国政府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调整房地产市场,使其适应新的供需关系。 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供需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下,深圳成为调整策略的焦点。 自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一直以其改革先行者的身份,积极探索各种创新机制,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然而,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进入过剩阶段,深圳也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据中国财政部数据,深圳房价收入比高达36.5,位居全国职首,房地产市场的过热状况引发了广泛关注。 同时,深圳也在探讨房地产市场的未来发展方向。 在这个背景下,政府机构和专业机构纷纷提出调控政策。 2023年,深圳市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实行限购政策,对购房者实行限制,旨在降低市场过热程度。 此外,政府还提出了租购同权政策,鼓励人们选择租链而非购买。 这一政策旨在平衡市场供需关系,解决年轻人购房困难的问题。 深圳市政府表示,未来将继续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力度,引导市场平稳发展。 而在政策的引导下,深圳的房地产市场或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此外,深圳市政府还提出了加强对房地产企业的监管,防范房企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的风险。 深圳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建立更加完善的房地产监管体系,实施主体监管和资金监管并存,确保项目资金封闭运行,避免资金挪用。 这一监管体系的建立旨在化解金融风险,防范房地产泡沫的产生。 深圳市政府的调控政策和监管措施受到了业内的积极评价,认为这有助于引导房地产市场走向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深圳这一调控政策的实施,对全国范围内的房地产市场产生了示范作用,也为其他城市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深圳作为改革先行者,其房地产市场的调控经验将成为全国其他城市借鉴学习的对象。 在过剩的房地产市场背景下,深圳的调控措施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对于中国经济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政府引导下,中国多个城市开始实施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以缓解市场的过热程度。 除了深圳之外,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也纷纷采取措施,致力于实现市场的平稳过渡。 上海市政府在今年发布的调控政策中,提出了严格的房贷政策,对购房者的资格和贷款利率进行了限制,以抑制过快的房价上涨。 北京市则在土地供应上进行了调整,加大了对住房用地的供应,以增加市场的土地资源,缓解土地紧缺的问题。 这些一线城市的调控政策显示出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高度关切,希望通过引导市场回归理性,避免过度炒作和泡沫的产生。 在整个调控过程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博弈也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历史上,每一次税收征管改革都伴随着中央和地方财权的博弈。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中国财政领域的一场重要变革。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提出的分税制改革方案,对于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关系进行了重新划分。 这一改革虽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其必要性,但也为后来的经济埋下了隐患。 在分税制改革中,地方财政丧失了一部分税源,导致地方财政对土地的依赖性增强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顽级。 而如今,一线城市的调控政策中也体现了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行为的引导和规范。 地方政府在保障性住房供应上的不积极,以及对土地资源的过度依赖,都受到了中央政府的批评和反思。 在调控的大环境下,中央政府通过引导地方政府改变过去的发展思路,更加注重市场的平稳和可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的供应端也面临着结构性的调整。 保障性住房的需求正在增加,而市场对于商品房的需求也在不断演变。 在中国房改方案的主要其草人之一,顾云昌的观点中提到,房价收入比是购房观念转变的一个关键指标。 过高的房价收入比让年轻人的购房观念发生了转变,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因此,房地产企业的产品逻辑也在调整中。 从过去的规模、成本、速度为主的房地产经营模式,转变为更加注重服务力和产品力的模式。 在住宅领域、蓝领公寓、老年公寓等细分领域逐渐崭露头角。 同时,物流仓储、医疗健康等物业新需求也成为房地产企业的投资重点。 这一转变意味着,未来房地产市场将迎来新的格局,不再仅仅是房子的数量和速度,更注重房产的质量和服务。 在长期看来,房价的波动将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一直是支撑房地产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 然而,城镇化率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的30%增长到如今的超过65%,城镇化带来的总需求总体萎缩。 在这个背景下,房价的波动将受到城镇化发展方向的制约。 过去的城市建设过程中,以经济发展为核心,导致地价和房价飙涨,出现了一些鬼城和空城。 新一轮的房地产调整中,城市将以以人为核心的发展方向,注重基础设施, 治理水平,人口流入,产业发展的综合健康。 这将使得一些基础设施好,治理水平高,人口流入,产业发展相对健康的城市迎来新的机会。 同时,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仍有增长空间, 预计2035至205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5%至80%, 未来还有1.5至2亿左右人口进程。 这将为房地产市场提供新的需求,也为房地产企业带来新的机遇。 房地产市场的监管模式也在发生变化。 长期以来,房地产与金融机构深度绑定,为银行贡献了大量利润。 然而,房地产行业的过过发展模式带来的金融风险也引起了监管层的高度关注。 近年来,中国房企出现了债务问题,一些企业陷入财务危机,引发市场不安。 在这种情况下,监管层迅速采取行动,通过改变监管模式来防范金融风险。 中央金融会议于2021年10月底召开,提出了新的房地产监管模式, 强调主体监管和资金监管并存,确保项目资金封闭运行, 避免挪位他用保障交楼的顺利进行。 这一新模式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房地产监管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变。 在过去,房地产与金融机构的紧密联系让银行受益颇风,但同时也放大了金融风险。 中央金融会议的新方案首次明确了房地产新监管模式, 对于市场稳定和金融风险的防范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监管模式下,房地产企业的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的经营模式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政策的引导将促使企业更加注重资金的合理运作, 避免因高杠杆而导致的财务风险。 此外,监管层提出了一视同仁, 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的要求, 旨在缓解民营房企的融资压力。 这一举措表明,监管层希望通过平等对待不同类型的房地产企业, 促使其更好的适应市场的变化。 金融支持房地产的三大方向, 包括加快保障性住房等三大工程建设, 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这进一步显示了政府对于改变房地产行业现状, 推动产业升级的决心。 新监管模式的出台, 旨在引导房地产行业回归实体经济, 避免过度依赖金融, 为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 近年来在经济中的拉动作用十分显著。 然而,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高速发展, 大量资金被疯狂涌入, 对实体经济造成了挤压。 现实中, 房地产业过度繁荣的20年来, 中国经济逐渐形成了对房地产的依赖。 2023年上半年, 房地产相关行业对GDP的拉动作用达到23.4%。 然而, 中国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改革开放45年来, 中国从一穷二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并非依托房地产业。 因此, 当前房地产市场的调整, 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引导, 试图让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 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综合而言, 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调整。 从一线城市的调控政策, 到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引导, 再到房地产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变, 以及监管模式的变革, 这一系列变化都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未来描绘了新的轮廓。 这不仅是房地产行业的调整, 更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一部分。 随着新监管模式的出台, 房地产行业将面临更多挑战, 但也将在转变中找到新的机遇。 未来,房地产市场将更加注重产品质量、 服务力并与实体经济更为紧密地相结合, 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贡献力量。